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和大家介绍鸡蛋猪脚姜草 姜草是传统的产后鎚鱼期间常用的食谣 当中的猪脚有很好的补虚损强腰塞作用 鸡蛋是养血之阴 生姜是驱寒驱风的 鱼醋是去乳生身的 首先介绍一下材料 我们有甜醋10斤 黑糯米醋1斤 猪脚大约2只 切开20件 生姜5斤 熟鸡蛋10只 这是大约10个人吃的份量 大家可以视乎自己需要按比例加减 通常是产前一个月就要开始预备煲姜醋 产虎是要吃老姜的 因为老姜的驱风效果就比较强很多 比子姜好很多 但是老姜就纤维多些 所以吃的时候要把它切开 小小块就比较容易入口 那姜就买回来 因为皮里有点泥 所以要在水里 要洗干净 但不要浸在水里面 因为姜会吸收了水分 在煮的过程中 会释放大量水分 导致醋变淡了 就没那么好吃 就要煮的了 正确的方法 就是应该在水后下面 拆洗它 拆洗干净之后 我们就要用小刀 将它刮皮 把饼儿子切好 把饼子切好 切好 切好 然后把饼子切干 把饼子切干 把饼子切开 把饼子切开 烘干 把姜烘干 烘干的作用是 让水分完全干 那些姜更香 我们要把两边烘干 把姜烘干 把姜烘干 放少许盐 大约放半茶匙 少许盐可以 让它不太辣 把姜烘干 搅拌均匀 烘干之前 要用厨房纸 把姜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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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醋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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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 放入醋里面 放入醋里面 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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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大約約一至兩小時 關火 放在冰箱裡 每星期拿出來滾一次 作用是避免薑醋會變壞 拿出來的時候要注意 看醋有沒有蓋過薑面 如果沒有蓋過薑面的話 要再加多些甜醋 至蓋過薑面為止 薑吸收了甜醋就減少了新辣味 魚醋也有薑味 買回來的時候要飛水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之後就過冷河了 沖了肥油 我冷行的目的就是沖走肥油 另一件事要注意 看豬腳有沒有毛 如果有毛的話 就要用微鉗拔毛 否則多毛的豬腳吃了入口 就不會太好 這個步驟 在出水之後 拔毛是比較容易的 我們就可以 加入 黑糯米醋 糯米醋的功效 然後就是令豬手和豬腳更加軟 加入豬腳 豬腳加入後 蓋上蓋子 大約煮一個小時至至軟為止 到軟了時 就要加一些熟蛋 當它煮了一個小時 又軟了 那我就加一些熟雞蛋 加完熟雞蛋 進去之後 我們就上蓋 關火 焗它一個晚上之後 我們就有一鍋 美味的豬腳薑蛋醋 就可以吃了 順產的婦女 大約第十天 就可以吃薑醋 如果開刀的產婦 就要等兩個星期後 傷口復原才可以吃 但如果惡露 還很多 就暫時不好吃了 提醒大家 豬腳和蛋 要吃多少 才能煮多少 因為豬腳和蛋 會越煮越硬 所以這兩樣東西 最好在三天內吃完 嬰兒出生之後 第十二朝至滿月 這段期間 就可以送這些薑醋 給親友分享 一般人間中吃都很有益 可以補血補鈣 好 我分享薑醋做法 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